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鬼魅般的存在,他似乎从未在哪个朝代走入舞台的中心, 可在中国历朝历代的黑暗角落中,又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哪里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哪里就有白莲教。 他也让清朝朝野上下真正体会到了李承如所说的, 如耿在喉,如亡刺背,如坐针毡。 嘉庆元年,1796年,湖广总督碧元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烦。 这一年在湖北,四川与陕西几乎同时出现了白莲教徒组织的起义。 这些起义规模不大,但是种种情报表明, 白莲教众率先骑士的区域就位于湖北荆州的枝江河一都一带。 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 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 这团体创始于五世纪初年,到十二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太宗的格言, 即聪辱,不杀,不饮酒,演变成白莲教。 白莲教有自己尊崇的神明,如弥勒佛与无声劳母等。 弥勒教认为,现实世界充满枷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 只等弥勒佛将士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到。 听从弥勒佛的号召,苦难较众联合起来打破枷锁,就能迎来一个新世界。 对于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多数人来讲,现实越是困难,天国就越有吸引力, 信仰越是坚定,打破现实秩序的决心就越是强烈。 万人看来乌托邦式的许愿却实实在在能凝聚起建设乌托邦的激情。 在袁莫明初时期,白莲教一度成为底层人推翻元朝统治的精神武器。 朱元璋就是靠着宗教起家,坐稳江山后对于宗教的打压,自然得心应手。 孝子前孙们虽然爱折腾,但白莲教在明朝一直被管得服服帖帖。 清朝中后期,这样一种被统治者称为邪教的宗教组织,突然再度活跃起来。 关于白莲教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外来移民涌入所带来的人地矛盾与贫富差距的计划,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大量产生。 他们无依无靠,既不被乡里士绅所接纳,又受到官府的冷落。 于是,他们转而集结在白莲教的精神旗帜下,通过入教抱团取暖来求得暂时的温饱。 这样一种现象在湖北、河南、四川和陕西的交界地带表现得最为显著。 这里多山地,地势崎岖,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历来是反政府武装活跃的温床。 白莲教在社会问题的刺激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而当时的金师朝廷对此仍然缺乏了解。 不仅如此,就连身在两湖的总督碧园也是一筹莫展。 白莲教的对手碧园远非等闲之辈,乾隆朝官场的风气还是满人压制汉人, 能混到都府一级汉族官员,绝对是要凭借碾压众人的实力出圈。 而碧园的精力却是太过优秀,想压都压不住。 乾隆25年刚刚30岁的碧园就在科举中一举多魁,成为乾隆皇帝清点的状元。 带着天子门声的光环,碧园早早被下放到地方官场历练, 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就晋升为陕西巡抚,成为风江大吏。 作为乾隆眼中的红人,乾隆也给了碧园充分的机会。 乾隆发重兵攻打大小金川的时候,碧园便担当大任, 负责都运后勤粮草,及时供给前方作战部队, 有效保障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 碧园在陕西和河南担任巡抚的时候,得益于他深厚的地理学造诣, 他新修水利,发展农业,证明他能做一个盛世的太平观。 至于文教就更不在话下,作为学历领袖的碧园, 心情彼更,著作等身,编撰续资质通鉴,史吉考, 莫子吉祝等巨著。 但是不幸的是,湖广地区白莲教发动的不间断的武装斗争, 已经惊动了朝廷。 嘉庆帝与退居二线的太上皇乾隆皇帝同时向碧园施压, 身为湖广总督的碧园不能每天怎想着五文弄墨, 著书利说,要求他及时消灭白莲教的武装, 把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碧园得到命令的时候, 他已经是66的高龄了。 此时的他,风筑残年, 只想赶紧办完这件事, 然后交出职权保住晚节。 可是,术欲进而风不止, 白莲教叛军一会儿在当阳, 一会儿到襄阳, 一会儿又在沉舟冒头, 按下葫芦扶起瓢, 老人家追着叛军到处跑, 十分辛苦。 碧园本想尽快把朝廷搪塞过去, 可是朝廷不买账, 坚持要他消灭所有叛军。 无奈,碧园只得硬着头皮, 继续调兵潜将。 结果, 嘉庆二年因劳累过度, 碧园四肢麻痹并发身亡, 倒在了自己的总督位子上。 问题远没有结束, 碧园死后不到两年的时间, 白莲教众果然捐土重来, 以姚之父、 王聪二为首的一支白莲教主力, 自从在襄阳起始后, 四处攻打劫掠, 防御薄弱的城镇要爱, 而地方上的驻防清军力量分散, 始终无法以优势兵力歼灭叛军。 白莲教组织下的起义军在山地之中, 和清军玩起了捉迷藏, 他们呼东呼西, 一会儿进入湖北, 一会儿跑到四川。 等到清军集结起来后, 他们又窜入陕西, 各省的清朝官员只想着 把叛军赶出自己的下去了事, 却没有想到, 自己潜意识中奉行的地方本位主义, 正导致白莲教越角越强。 地质时代的中国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度, 从秦始皇时候开始, 统治者就设想地方围绕着中央转, 地方上的一切都应该优先服从于中央的需要, 可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 地方官员对于中央的命令表面上是唯命适从, 但放到实际行动中, 却仅满足于料理好自己的一摊子。 如果不是中央亲自派员下来检查工作, 他们恐怕会继续将养奉阴违的状态保持下去。 亲中后期的官场生态同样不会例外, 由于地方官员这样一种保守的心理, 波及穿闪恶树上的白莲教已经开始向河南和甘肃等地区蔓延开去, 清廷已经无法继续淡定了。 从山西和关外出发的援军陆续向湖北、四川一带集结, 试图寻找白莲教起义军并将其消灭。 当然,导致白莲教势大难治的原因, 除了各省官员不能超越本胜利益之外, 清廷对地方军事控制之虚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 组成清朝军事力量的主体是八旗和绿营。 根据毛海建先生的研究, 鸦片战争前夕的八旗兵有20万左右, 其中一半驻扎在京师, 另一半则分住地方要爱, 殷旗人数相对较少, 所以仅能起保护其民财产, 监视绿营兵的作用。 简单来说, 八旗存在的政治意义要大过军事意义。 绿营则不同了, 绿营的数量要在八旗总额的3到4倍, 在60万以上。 不过, 别干它的数量远超出八旗, 在地方控制层面, 绿营兵也远不敷为用。 据毛海建先生的研究, 绿营以下基本都要分迅唐绍卡, 营以下部队不是集中驻扎, 而是分布于市镇要冲, 这里摆几个将, 那边放10个兵, 其中一地驻扎最多的 也只有200人左右。 注意, 这还是白联教起义被镇压30年之后, 这样一种不妨安排对小股土匪都稍显吃力, 更不用说他们面对的是充满宗教热情, 且组织缜密的白联教叛军了。 白联教众, 利用清军主力分散的这一热点, 每每击中兵力攻起一处, 多能得手。 因此, 白联教起义直接暴露了 清廷对于地方控制的虚弱武力, 而也正是由于清廷正规军难以独挡叛军, 采用了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 以湖北隋州为例, 地方自卫力量构筑壁垒, 训练乡民中精壮者在白联教叛军靠近时实施 兼臂亲野, 拖住敌军, 好等来官府的援兵。 团练武装的兴起暂时弥补了清廷在地方控制中的弱点, 但是与地方官员的问题一样, 这些团练因数量有限, 乡土观念极重, 所以在赶走白联教叛军后, 多选择回归原先的务农生活而不是远离乡土, 追击白联教的主力。 因此, 相比于木器极重, 战力退却的绿营兵, 团练武装虽然战斗意志较强, 但其真正成为消灭帝国叛军的主力, 还得等到江中原创立楚勇, 曾国藩建立乡军。 当然了, 地方乡山自发组织或在官府授意下建立的准军式力量, 毕竟让白联教起军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的补给开始出现困难, 活动空间也在缩小。 恰在这时, 乾隆帝的病逝也让嘉庆彻底摆脱了被太上皇干预的尴尬境地, 在清除了前任皇帝的宠臣河身后, 嘉庆把重心逐渐放在了对西南地区白联教的清脚上, 对前任湖光总督碧原的深厚清算便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只不过, 嘉庆帝一开始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他认为造成白联教重一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主要原因是个别地方大员的懈怠, 可评判战争拖长了, 他才缓慢地意识到, 真正原因可能是清廷过去在地方控制上的失去与无力所积累下的重疾。 终于到了1805年, 波及穿楚等无声的白联教起义被镇压下去, 清廷似能喘口气了。 本来嘉庆皇帝上台后扳倒河山, 似乎朝野为之振奋, 但嘉庆皇帝的龙坐还未坐稳, 就疲于应付白联教起义, 折腾数年, 不仅让人看出来康乾盛世内部的腐朽, 更让人对于康乾盛世的继承者嘉庆本人略感失望。 作为一国之君, 嘉庆皇帝可能意识到了白联教叛乱所揭示的帝国统治深层出问题, 但是由平定叛乱所带来的支出两亿多辆白银的财政重负, 让其权衡之后, 选择了将问题暂时竖至高阁, 结果大清再一次为自己回避社会顾及的决定付出了代价, 白联教众的起义被镇压后仅仅十年的功夫, 天理教又在中原地区活跃起来, 这一次叛军不但继续向以往攻打浮现, 还把火烧到了紫禁城内, 白联教起义所暴露的清朝地方统治上的缺陷, 并没有因为白联教众的失败而消弭, 反而愈演愈烈了, 这个问题还将继续折磨着已经日落西山的帝国, 直到19世纪50年代迎来它的巅峰, 太平天国。